資料如果你要再下載的話 那其實還很簡單 當然呢 如果這邊經常性要下載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連結一個一個把它複製 甚至可以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把這幾個總共有二、四、六、七個連結部分的話 可以先存在一個串列裡面吧 跑個回圈 讓它全部一次就全部都把它抓下來了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大概下一個的話 如果這個已經下載了 剛剛是下載這個 那如果下一個的話 我這邊特別注意 可以把它顯示更多 就展開來了 然後再來就把這個按右鍵 複製連結網址 那接下來如果你要再把 7月16到7月30也下載的話 那再來的話就把什麼 把這邊的程式 裡面的這一段 request.get後面這個 這個怎麼樣呢 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這個網址 剛剛那個7月16到7月31的那個連結 按右鍵複製再貼上就可以了 那這樣再把它弄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看一下有沒有寫入成功 如果寫入成功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再browse data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資料增加了 那你往下拉的話 理論上應該 這個7月份的資料應該也就會被寫進來了 7月份的資料 7月15、16以後的 理論上應該就會被新增到這裡面來了 OK 其他也是一樣 當然如果說你要再下載其他的 這個8月份的話 那就再把這個按右鍵 然後複製一下 然後就是同樣的方法把這邊的連結蓋過去 未來當然喔 等於如果一次7個都要下載的話 那變成你可能要把它變成一個串列吧 然後跑個回圈 就可以7個一次就全部下載了 OK 那如果我說呢 假如 你希望下載的時候 可以把那個 舊的table裡面的東西刪掉的話 比如說你這邊假設7個喔 那你可以在我雲端上面有多一個語法 這邊在第幾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有沒有 在第五頁的地方 我剛剛是沒有加這個了 這邊有個語法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喔 如果假設每次跑一次 然後呢 資料又重新抓 那可能會有重複的資料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在那個 建立資料庫的下方 增加兩行程式 這兩行程式喔 其實主要關鍵在這裡 叫什麼 drop drop是什麼 砍掉嘛 table if exist 剛好跟那個if not exist 剛好顛倒 這個是create table 這邊是zole table zole table 就把那個資料表刪掉啦 意思是說重抓的意思啦 OK 如果說你希望喔 一次就是7個全部重抓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這兩行 放在這個下方 那他就會 剛開始跑的時候 先把資料先刪掉 不然的話 你今天執行 他第一次執行 他一次了 再執行一次 變成重複資料了 OK 所以喔 這邊的話 就是可以把這兩行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現在這個 新增資料庫的這個下方 那其實蠻好記的 這邊叫create table 有沒有 if not exist 上面剛好什麼 顛倒 drop table if 沒有 not 所以其實甚至 我是建議這個可以把它記一下 把create table 改成drop table 另外 各位有沒有發現大小寫 其實seql語法裡面沒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你會不然 不過最好還是把它統一 也許這邊 乾脆把它改成什麼 都一樣好了 也叫什麼 drop table 也一樣叫大寫 這樣的話 會不會比較統一 OK 反正就大寫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要刪除 甚至你可以把這個複製貼過來 改這個 有沒有 create改成drop 然後呢 那只拿掉 就OK了 這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重新抓的時候 先幫我把舊的那個table 先砍掉 以預防就是說呢 如果你裡面已經有資料 然後有重複的問題發生 OK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用drop table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 用那個delete 還記得吧 刪除嘛 delete front有沒有 或者你可以這邊 改成什麼 delete front 然後呢 market01 還記得吧 各位有沒有印象 我們之前不是有個delete front有沒有 market01 然後後面的話 我們本來是有條件 會有number等於幾號 然後如果你有會有的條件的話 那他就會刪幾號的資料 可是喔 如果你後面沒有會有的話 他一樣喔 特別說喔 如果沒有會有的條件的話 他會怎麼刪 他會全刪 OK 也就是如果你有舊資料的話 所以喔 如果你用delete front market 跟drop table market01 結果也不一樣 結果是接近的 但是不一樣 結果是接近的 做table是table都拿掉 然後重新建 那delete front的話 是什麼 他沒有把table刪 但裡面的資料就清空了 結果差不多啦 那你說哪一個效率比較快呢 其實看起來應該是什麼 剛剛的方法應該是比較快 因為他整個砍掉就好啦 可是你delete裡面的 這邊他1比1把它刪掉 那可能在效率上面呢 應該沒有drop table來得快喔 所以這一點的話 請各位也許再練習看看 就是可以再去把那個上面的其他資料呢 也全部下載了 這個細部我就不做了 那個說明了 所以請各位這個部分的話 自己再去抓一下 其實主要是改什麼 改這個連結就可以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 底下呢 還有做查詢的部分 查詢前面我們有講過 所以 比如說我想要下一個關鍵字 想要查哪個 蔬菜或水果的名稱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這件講過like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那個 輕蔥的那個價錢 到底去哪個市場買最便宜 那你就可以下個條件 不過啦 說真的 其實有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 說真的友善程度最高 其實還是用什麼 用Excel還是最簡單 你就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你就是哪個市場最便宜的話 你可以把市場拉到列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種類的話 就是它的名稱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 價格放在這裡 那價格部分的話 你不要加種 你就用平均好了 用它的平均值 平均價格 然後最後 因為這邊有小數點 有那個小數點太多看起來很亂 乾脆把那個小數點把它移除掉 變整數 然後再來的話 可以把它排序一下 不過蔬菜總類 平均價格的話 假設排序的話 你可以資料 資料裡面的Z到A好了 應該是A到Z好了 便宜的在上面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去哪邊買最便宜 環南嘛 29塊 平均價格 去哪邊買最貴呢 成功98塊 為什麼成功 成功好像也 反而 天母可能比較貴一點 成功在哪裡 成功應該在南港吧 是不是 育城那邊 育城 育城 OK 為什麼最貴 另外如果說 你想要買別的的話 其實還可以 書納分析表還可以 可以針對某一種的 這個產品 某一種的品名 比如說我不要種類 我可以把品名拿下來 那你會發現這麼多有沒有 那如果我只要什麼 篩選的話 如果我只要找那個 輕蔥好了 蔥哪邊買最便宜 有沒有 你會發現一樣 把A到Z 環南還是最便宜 環南在哪裡 萬華 環南市場 最貴的話 就在市東 你看價差多少 33塊 他是1公斤 市東的話是208 所以價差這麼大 就是大概 已經快到6倍多吧 OK 可能是批發 是賣給小塊 可能吧 市東是賣給有錢人 可能是貴婦之類的 聽說裡面有冷氣耶 有 還有手扶梯 電梯好像都有 OK 所以可能是地段不一樣 OK 所以呢 其實說真的 這個動作 在Python裡面也辦得到 只是你要用Pandas OK 那Pandas 但問題是複雜度太高了 後續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什麼 叫做Pandas 那我在雲端白板裡面呢 也有放Pandas的相關應用 使用Pandas來處理那個 Excel試算表 這個單元 OK 那 這個請各位 試試看 然後 底下 我有大概 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 甚至 那你可以用下C口譯法 甚至你可以 在這邊 把它的平均價格 都把它列出來 我是覺得 當然 比起來的話 我是覺得 這個樞紐分析表 真的是太方便了 不過做的事情是結果一樣 OK 那當然 如果你要用C口譯法 這邊有Select 可能CD 這幾個欄位 然後你可以下C口譯法 這邊有一個C口譯法 這一串 也是一樣可以把資料篩出來 那 再來 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換另外一個範例 就是下載那個 Pn2.5的資料 OK Pn2.5這邊有個連結 所以待會請各位 試試看 就是 第一個 點到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好處是說 它有非常多種格式 它有Jetson的格式 有XML的格式 有CSV的 不過CSV我們練習過 我們就不練習 還有OpenAPI 那顯示出來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網站上面的資料 一樣把它下載 第一步喔 先把它下載 第二步的話 再幫我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也許我希望把這個資料 再幫我寫到資料庫 總共有123 4個欄位 那該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